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个梦想中的家 而在宜兰 有一个对室内美学满腹热忱的设计团队 从民宿设计到老屋翻新 能将居家体验的美观与舒适 调配出完美比例 设计是带给客户一个空间使用的体验感 当你觉得说这个椅子的动线不良 你就会发现这个椅子桌子 是对于空间是一个阻碍的状态 你就会发现它 所以好的设计是 它其实你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以在整个空间的比例 配比美观跟它的美学上 我认为空间的设计 它是可以带给客户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沉浸室的体验 讲到沉浸室的环境空间 又有什么样的风格 能带给我们这样的体验呢 近年来崛起的日式擦极风 主要是追求极简朴素的原始氛围 也是另外一种 对于生活风格的独特诠释 擦极风它就是粗犷 然后比较不规则型 你要把不合理的东西做出来 让人家觉得又觉得合理 然后还有大自然的元素 竹子 白纸 石头 这样摆设 空间上设计 视觉上给人家看到 就是好像大自然一样 宁静的感觉 这样的风格体现 拥有了精致的工法 细腻的结构 需要的就是专业的设计师 以及经验老道的工程师傅 起初的时候 在建筑进修部的环境下 认识了非常多业界的一个前辈 在他们的教导之下 让我能够更得心应手的 在这个行业持续发展 我们跟设计师有一定的默契在 会提升工程上提升它的效率 品质 可靠性 甚至设计师如果说 说个东西我就知道说 他到底要做什么 沟通上比较没有障碍 就是你会输短那种时间 或者是失误的方面 装潢业 装潢师傅 其实断层也是蛮大的 缺工缺很大 装潢要学真是学不完 学到老 每一个 你进去每一个暗场 每一个业主 他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你头脑灵活 工具又危险 所以大部分都是学到一半就走了 学到一半就走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让这个 装潢业有更多的人才 留住人才 良好的默契 使专业技术更加稳固 进而与客户 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度 给予客户最大的安全感 每个建筑的生命周期 每个东西都会有损坏的一天 我们公司的强项是我们的售后服务 就是我们会定期跟屋主做一个联系 像如果有东西损坏的话 我们售后服务是死命必打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的话 我们都围绕在屋主身边 以客户的关系是要更为融洽 而不是单单以盈利跟赚钱 为不要的经营方式 而是与客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然后让他们的资金可以运用在刀口上 让他的效益可以极大化 可以营造他们梦想的一个家园 坚持当然就是细腻度吧 因为以前师傅常跟我说 你自己看得过 别人自己看得过 你该坚持就是要坚持 破掉就是撕掉 再来站在业主的方面 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再做 这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